钓客携带工具在海岸边 看能不能够钓到新鲜的海鱼 不过就在他们前面的海面上 怎么有一大片咖啡色的漂浮物 仔细一看原来通通都是人为垃圾 有一个月左右时间了 午后雷震雨下的雨非常大 把这个在山区在道路旁 在海沿线的一些垃圾 全部都冲刷到了海边 在当地经营潜水事业超过十年的教练 看到垃圾海也相当难过 这里是新北市共辽著名的龙洞关 攀岩跟潜水活动总是吸引游客前来 但最近被发现不止海面上 连岸边跟陆地的步道旁 都出现了不少废弃物 泡棉 宝特瓶 水晶 肥皂 塑膠带 害怕的事情就是 当大家发现垃圾的时候 没有挺身而出 让些垃圾一直待在海面上 一直让它漂流下去 那其实整个台湾都会被垃圾做包围 实在是好无奈 海面上的垃圾 不少是从山上的溪流冲刷下来 在龙洞湾步道入口 也疑似有卡车在垃圾来乱倒 目前警方调阅监视器追查当中 而另外一起跟废弃物有关的意外 发生在今年2月 基隆市信义区杠子疗 道路突然大面积坍塌 滑落的土石大约有6万立方公尺 检警调查发现是一间工程行的正姓负责人 乘租山坡地之后 没有经过土地所有人同意 也没拟定水土保持计划 就用挖土机开挖乱埋废弃物 雨水一冲刷 泥土跟垃圾就崩塌 害得下方的公园几乎全部被淹没 现在负责人因为违反废弃物清理法 被检方起诉 可处一年以上五年以下有期徒刑 因为一个随意乱丢的念头 破坏了环境甚至造成意外 看来这功德心真的需要再教育 TVBS新闻 刘欣慧黄凯净 基隆新北采访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